你现在听的是元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气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顺色 健波能量活水气 生命之源 健康之存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元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与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与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与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你好 Hello Della 你好 大家好 现在近排很多人都关注了一个健康上的问题 所谓的三高 即是他们的血压 血糖 血脂高 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加在一起 其实就是说代謝症候群 是不是真的每个人都有这个问题出现呢 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手法呢 袁医生 至于你想一下 突然之间 大家个人都会说的 三高三高 而很多人都有 三高一齐有 至于你想一下 是不是真的突然之间 那些人有健康问题 变化得这么快呢 是真的身疼代謝 代謝症状出现呢 根本是一种阴谋来的呢 对不对 好了 我们或者跟大家分享 这个资料呢 都是跟我们一直介绍了很久 是的 要健康必定要看这本书了 是 《药都不能吃了吗》 那这位船赖进戒这位作者写的 那这本书里面就说了很多东西 其实过去过多集呢 我都是差不多在这本书里面的内容 跟大家分享了 好 那先讲讲那个 《降血压药》 是 好 那原来呢 这个在日本 原来在日本2008年开始呢 政府就开始实施所谓代謝症候群的 健診制度 就专门呢 帮那些人就去试检 有没有这三种的 就是那个三高这种问题 是 那其中呢 就以高血压为例 那跟大家也讲过 原来 在日本也讲日本的 日本的当时的高血压的 那个诊断标准呢 在大战之前和大战之后 就是讲第二次世界大战 都是讲180个 那个收缩额 就是MM的水盈的 是 那个微mm的水盈的高度 那如果你当时听到一个老人家说 我是他高的 那就是说呢 他的收缩额呢 是180以上的 嗯 好了 但是呢 有很突然的事情呢 是发生了 一个扭转 转了出现呢 原来在2000年的时候呢 高血压的标准 突然之间降到170了 不是只说180了 是 到04年呢 还再降到140了 去到08年呢 是制定了所谓的代謝症候群那个健診的标准之后呢 是 竟然下降到130 高血压的患者大量增加 高血压的畅销量呢 也都会随之激增了 这是很明显的阴谋 就是用什么根据突然之间的标准呢 是 就会由180 是 一直減到130呢 好了 在当时他说 当标准下降到140 就是140 全日本高血压的患者呢 已经大增了3500万人的 嗯 就是说呢 三个日本人里面呢 就有一个呢 在这个标准之下呢 就是一种高血压的 如果降到130的话呢 那就更加多了 哦 是不是 就是很明显了 是不是 是的 但是他真的是根据什么的定义去降低呢 就是他没有解释 总之是一个高血压的学会的 权威人士 权威人士 就是这么说出来的而已 就是很明显 很简单 将这个标准一直降到这么低呢 患者就一直膨胀 用药的销量就飘升 就是这么简单的 OK 那么其实呢 这种的这种这样的阴谋呢 其实就很多的 那还有个在那个代謝症候群里面呢 就说其他啦 譬如那个腰围下 腰围大你就会多公议 是的 我都听到很多的 原来完全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胆固醇值啊 血糖值啊 这所谓那个代謝症候群的那个健診的标准 那么呢 日本呢 是令到三千零六十万人呢 被偽造成为病人 被国家进入医院 将健康的人变成一个病情 从中大拢一筆 那这个就是药厂的阴谋来的啦 就是整个症候群就是这样的 是是 好了 那现在讲的呢 原来在日本的药物畅销量呢 排名第一就是降血压药 哈哈 那证据就是说呢 他说70岁以上的民众呢 两个人呢 就一个呢 正在不得不服用降血压药 因为那个标准降到那么低的时候 你老人家那个那个血压 通常来说都是会高一点的嘛 那你降到那么低 那就一定要吃药啦 好了 那这个作者呢 就在本书里面提及呢 他有一个朋友 一个45岁的编辑的前辈 他呢 他也是用了一些降血压药的 为什么呢 他这个人很特别的 他平时不轻易信人的 就是喜欢是反省 就是要深入反省 反骨的精神来的 那为什么会突然之间乖乖服了呢 到今天呢 是已经成为要70岁的人呢 他游水啊 爬山啊 运动 认真做的 健康状况 其实什么都没有的 只是呢 有些重听 就是以听觉有些问题 那助听兴不离手 那这个这样的人 平时那么喜欢唱反调呢 为什么都会吃呢 那原来呢 他说呢 他参加了公司的健康诊断 公司免费安排 那医生叫他吃 为什么呢 他说要吃角泉药吗 不吃呢 会死的 那我当然不想死了 那所以呢 他就开始吃了 是 那就是一个 一个平时很反权威的人呢 对医生的听话呢 就是这么乖的 所以他说日本人对医生的信仰呢 都不会获得再久的 也不会长久一点的 那呢 他就有本书 是新潮选会叫做 《男症体验的大序》 那本书里面的插入出来 嗯嗯 那先了解一下呢 那我们的药物是怎样去降血压呢 是 那其实他有四个渠道 四个机制的 就是这样 那 那 那 其实简单来说呢 江血液鸭药呢 就用化学物质的毒性作用 是 是利用 那个血压下降反应的用物 记住呢 那所谓效能呢 其实就是 就是生物体对毒药的排斥的反应来的 那很多因子呢 就会令到血压下降 就是先了解 什么会令到血压上升呢 那第一 钙 会令到血压高的 血管收缩素2 Angiotensin 2 这种升压激素 第三 盐 盐分高 第四呢 腎上腺素 所谓叫做憤怒的激素 Adrenaline 那这四样东西呢 是会令到我们血压飙升的 那所以呢 药厂呢 就会针对这些 作用的因子的不同呢 就开到各式各样的 降血压药呢 那所以降血压呢 就不止一种 起码有四大类 那样 那样 用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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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钙尼子 通道 那个左断劑 就是血管抗张劑 这个血道 是最常用的降血压药的 因为我知道呢 钙尼子呢 可以令到动物收缩 那如果阻止了 如果供应那个 那个钙尼子的通道呢 那血管呢 就会扩张 因为它的 那个钙尼子 令它收缩 阻止它 那就变成了它不能够 令血管收缩呢 那就扩张了 那就可以血压下降呢 那这种 这种降血压药呢 就用另外一点的 嗯 阻止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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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钙尼子的通道 那令到它的血管呢 就是没有办法收缩 那就要扩张了 那就是呢 将血管硬扩张的 这种的手法 第二种药了 叫做血管收缩素2 Angiotensin 2 或者Ace 抑制剂 那 最近呢 就慢慢成为 降血压药的主流 那 那Ace 就是血管收缩素的 转换酵素抑制剂 会生成 那个血压的激素 就是血管收缩素的 那如果我们要阻止 这个Ace抑制剂的活动呢 就令到我们 它就没有办法 产生这些 那个升压的激素 那血压就会降 那这类的药呢 其实是用这个机制 嗯 就是 按下你一个 就是又是不给那些 那些的 盖尼子啊 或者是这个 收缩的激素呢 它产生 那血管就不会收了 是啊 就是它不会 它收紧血管的机制 是破坏它 阻止它 那血管就没有放松了 是 好了第三就是盐份 大家都知道 吃盐多 通常呢 是用利尿剂的 是 利用那个尿液 排出大量的水分 硬让血压降低 那 因为我知道呢 如果吃得盐 大量涅水呢 身体就要 为了保持一个 盐份的浓度 那血液呢 那血液呢 水分就会增加 就是你盐多呢 它就要加些水分 是 所以它不会那么咸 是 那年代呢 血液呢 就升压了 那就是你血管里面的水分 越高呢 那就是 它们的量 是不是 液体多呢 那就是 血液就会调大 反之 如果将大量的水分 或者盐份 排出体外呢 血液就会减低了 那所以这些利尿丸 就是 那个去水丸呢 就也是 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一种 降压的药 那第四种的手法呢 就是 用胶感神经受体 阻断剂 就是αβ兩種阻斷劑,一種膠感神經裡面 阻斷令血壓上升的激素 都是一種激素的手法 好了,我們知道膠感神經腎上線素 也稱為一種憤怒的激素 就是stress hormone 遇到危險,遇到有敵人的時候 就會大量釋放血液之中 要攻擊或者要逃跑 身體的即時反應 無論如何,都需要瞬間爆發 這種腎上線素就會發揮作用 令血壓上升 因為腎上線素要走路,要打爆或者逃跑 血壓要多些血 腎上線素必須跟兩種受體 就是αβ的受體結合 如果用藥物阻斷受體 就可以阻止血壓上升 即是你看到這樣的手段 就是這個機制是這樣的 好了,用這種四種的降血壓藥 進行的藥物治療 其實都是用藥物的毒性 作用來阻礙正常的身體作用 正常,你受到壓力之下 你要產生神上線的激素 才能打鬥逃跑 即是這樣是正常的 身體鹽份多 身體自然要增加水分 令鹽份的濃度會保持 其實這些全是正常的生理作用 你為了達到減血壓 所以你就用藥物的毒藥 阻礙你身體的正常的生理作用 你記住,這個機制就是這樣 好了,但問題是 藥物療法即是能夠用主要作用 抑制了目標的症狀 但副作用呢 亦都好像其他症狀 一樣會出現的了 所以為了壓制副作用 就用其他藥去搞 即是再醫治其他藥的副作用 接著又導致新的副作用 那副作用的連鎖反應就開始了 那這個情況是很明顯的了 好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副作用 譬如我用膠感神經 受了斷製的Beta 那個Blocker 副作用是一個很悲哀的例子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要讓氣管收縮的作用 那麼呢 因為呢 因為呢 如果你是被一些氣喘的病人用的時候 他就會出現問題了 因為呢 這個副作用呢 是令到你的氣管就收縮了 那麼你敲喘的人 就更加不行了 更加太用不了 所以呢 他說呢 有一種鋼血壓藥呢 叫做Hytracin Hytracin 看回藥品的方單裡面 他的副作用是嚇死你了 竟然有54種症狀 那麼鋼血壓藥 根本就是毒藥 一勢用的時候呢 就成為毒性作用的所害 那麼40種副作用的毒藥呢 將身體殘缺得很厲害的 嗯 好了 那麼你遇到這些情況之後 你怎樣能夠做什麼呢 那麼第一個時間呢 是盡量要解散藥先啦 嗯 那麼其實剛才聽了 他分析回了那四種藥物呢 其實真的好像說 是阻礙了我們呢 一個正常的生理狀態之下呢 出現的問題 而為了為了那個 未知道的原因 或者是根本就是去把那個指標是 降低了 而去做出來這些的藥物去 即是促銷這樣呢 那真的 是很危害到我們身體那個健康的 好那我們這節時間都差不多 一會兒我們會回來我們的自然療法與你 今天的題目呢就是 降血壓的藥物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ealing.com.h 歡迎回來第二節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回到我們今天的題目 就是降血壓的藥物 余醫生 上一節我們提到 有一個很常用的降血壓藥 叫Hydroxene 就是Alpha受體阻短劑 它的方單裡面 有說到有54種副作用 其實這些是什麼副作用來的呢? 你看回藥品的方單裡面 這個藥是日本的ABOT生產的 主要是透過阻斷腎上線素的作用 令血壓降低 裡面的方單寫 就是使用注意的事項 上面呼籲醫生和藥師 對於下列的疾病患者 需要慎重投入 如果有這些病的人 就要特別小心 什麼問題呢? 第一 它是重度的肝腎功能障礙患者 如果你的肝腎功能也是一般的人 要留意 因為這種藥物在血中的濃度 是可能會上升的 第二 第二 高靈者 不不建議高度降壓 因為可能會引發中風的危險 搞不搞笑? 哈哈哈哈 有些人就是因為傳聞說 你高血壓就有中風的危險性 那個機遇率就高了 但是現在就說用這個降血壓藥 是那些如果是年紀大的人 就不適用 因為又會有中風的危險 真是很矛盾 是不是很搞笑? 這個就是注意的項目 就是有些兩種人 譬如你腎、肝、已經很差的人 就不適用 高靈的東西都不可以強行降它 因為會引發 日本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家 兩個人就是有一個人服服降血壓藥 這次竟然說高血壓者過度降血壓是危險的 有腦中風的危險 是搞笑的 就是有多少人知道這個真相 是 好了 跟著說一些副作用 什麼副作用呢? 第一 喪失意識 發生頻率就沒有說 他沒有說大概幾萬 但是由於血壓降低 是導致暫時性的喪失意識 譬如你剛剛開車就危險了 是 是 突然之間那個意識沒有了 因為在香港 我們有時都時不時聽到一些交通意外 都是年紀大的人士 就是他自己說 可能突然間都好像是 好像沒有什麼意識 所以就發生了一些交通意外 可以看到 其實那個問題不是他年紀大 不是他只不過是吃了這個藥 可能是吃了這個藥 好了 跟著就是肝功能的障礙 我們有一個酵素 SGOT 一種酵素 是表示肝功能的惡化的數值 都會高的 就是說 血壓藥的毒性 就會用肝臟發出的哀明 就是肝功能的酵素會高 神功能的障礙 血中 血律裡面的肌酸肝 肝值 那個數字也會上升 就是說 毒素是正破壞神功能 就是神經所說 你肝臟差的人就不會有 因為他會毒害你肝和腎 跟著的副作用就是緩魂 曾經有經驗這個人 他吃了鋼血壓藥 後覺得頭暈目緩 搖擺框框 站不穩 也都沒辦法直線行路 起立的時候 簡直緩魂 經常發生在食藥的人身上 有很多人都是的 坐得低 突然一起來 通常代表血壓低 還有腎上腺素功能弱 你可以看到 這個腎上腺素 就按了它 換魂 接著的副作用 心跪是頻密 心薄快速 因為用過血壓藥 是強行將血壓壓下去 身體因為需要輸送 需要的血液 心跳的脈搏就會加速 因為需要 當然會增加心臟負擔 成為心臟病的原因 OK 他不夠壓力 不夠血 壓力就會更多 心臟病基本會加大了 排尿的障礙 排尿的障礙 那種殘尿感 就是我不清的那種感覺 那種貧尿 尿濕感 很多中老年人都很煩惱 可能是在吃降血壓的原因 接著頭痛 很多降血壓藥 令患者都有慢性頭痛 頭到沉重的感覺 都是包括在內的 還有就是貧血壓 紅血球的減少 接著就是低血壓 當然了 降血壓藥 血壓降得多 因為低血壓引起各種症狀 過敏 比如出診 或者皮膚痕癢 因為過血壓藥的毒 是經過皮膚排出 我們試過很多老人家 就是這樣 就是癢的 癢癢癢癢癢癢 我遇過一個 是皮膚是體無原膚的 整件底衣都是血跡的 就是洗不掉 他洗的方法不好 一般以為老人家的長者 皮舌皮膚是乾的才會出現 原來可能就是 原因都是在吃降血壓藥 還有是神經系統異常 譬如覺得那個 那個捲桌感 無力感 發汗 失眠 胃寒 肩膊 酸痛 絲碎 想睡覺一下 口乾 麻麻的感覺 那個熱潮紅的感覺 這個就是神經系統的異常反應 接著是循環系統的異常 心路不整 其外的收縮 那個心房 是纖維性的震動等 胸痛吸不到氣 心房纖維性的震動 隨即變為 是心臟麻痺而死亡 接著呢 消化系統是什麽異常呢 腹痛 腹射 便秘 惡心 嘔吐 食慾不振 消化不良 這都是因為血壓藥的毒性侵犯了腸胃所致的 還有呢 就是撥起功能的障礙 血壓被降低 導致性功能不脹 所以怎麽算好呢 全都扔掉了 血壓還有一個副作用 可以說最壞的副作用是什麽呢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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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爲血液呢 沒有辦法送到需要的地方呢 原本的虛弱的器官當然就受損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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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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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的原因是身体缺乏养分 身体的细胞组织缺乏养分 这个Auto Warburg 1934年已经提出了 血液循环是带养的 你把血液循环减低的时候 身体的组织就缺氧 制造一个缺氧的环境让癌可以出现 可以看到每天吃降血压的药 都是冒着这些副作用的风险 一连串大家都看到 那么多血副作用 到底这种药物的降血压到底有多少效果 你为了降血压吃这种药物 没有那么多风险 先看看Hydroxene 他说这种降血压药的有效率是多少呢 对原发性的高血压有64.8% 就是三个人里面有一个是没有效率的 嗯 只是三个人里面有两个有效率 就是说这种降血压药对原发性的高血压 对一些腎血管性的高血压呢 是有52.6% 就是说如果你的病是因为肾血压性的高血压 你的有效率是两个人 就是有一个人有效的 就是说血压帮你降低了 嗯嗯 就是说这种降血压药的效果是三分之二 嗯 还有一半 就是有三分之二人是没有效率的 还有那些是因为那个肾血管性的高血压呢 一半人是根本是没有效率的 吃的是完全没有效率的 那好了 那我们怎么算好呢 是的 怎么算好呢 是的 有什么可以做得呢 可以用什么正确一点的方法来帮助 在我们的资料库里发现呢 原来很多素食主义的那些血压呢 通常很好的 嗯 有很少素食的人 血压是不正常的 停止动物类的饮食 高血压呢 就烟消云散的了 还有呢 笑啊 笑呢 都令到我们的身体呢 那个心跳呢 是会减到三分之二的哦 那么压力的物质都会减低的 那血压当然都会缺了 那成为一个开朗的素食者呢 那跟着就不用再用这些危险的 降血压药 嗯嗯 好了 那也是 那我刚才说呢 就是那个 那个 吃那个血压 药 很多时候那些人都会说的嘛 你要吃血压药 要不然呢 你就会死的 是的 那刚才还没说过 那位 那位反叛者的长辈 是一个 一个是一个編辑来的 那么压力的人都会吃呢 因为他为什么怕死嘛 嗯 好了 那是不是 是不是不接受治疗呢 就会怎么样呢 是不是会 会死呢 对了 好了 简直呢 是 是惊人的 那原来呢 他做过一个研究呢 他说呢 他说呢 在治疗的人里面呢 是被害死的危险性很高的 最高的死亡率呢 是达到五倍的 嗯 哇 惊人的 那这位一位 大哲阳一教授 是日本东海大学医学部的 单刀直入的警告来的 他一本书叫代謝症候群的陷阱下 日本出的书 那他说呢 就说出来呢 他说呢 健康的人呢 被逼成为病人 那这个呢 就在2008年4月以来的 义务化的特定的健診 就是这个政府推动之后呢 那个代謝症候群的标准呢 他全是一派胡言来的 其中一个例子就说 腰围35公分以上的男人 就是危险的了 85公分 85公分 就是危险的 但我也听过的 腰围是决定你 那其实在网上都看了这次的 不然这个完全毫无根据 无无根据的 嗯 好了 他说呢 他有一个比较那里 嗯 他说呢 就是吃血压的药的人呢 是最最最最惊人的 他说呢 他有一组人呢 他说血压 比如血压很高的 是180 over 100的人呢 接受的人 接受治疗的 是这么高的那一组的人呢 他那个死亡率呢 是比未接受治疗的人的 五倍啊 哈哈哈 嗯 嗯 所以他诊断出来 现在因为他将标准降到不低 所以180的 相比起你的标准130 他真的高了很多 那些医生当然是 病人也觉得 如果相信这个标准是正确的话 他当然要接受治疗了 但是因为用了这些这样的药的时候 他那个死亡 是会比不接受的 高五倍那麽多 越高的那组人呢 那个问题呢 那个死亡越高 就是 你原本就说 吃血压的 吃光血压的 不是呢 你就会死的 但是事实呢 是吃光血压的药的人呢 是比不吃的人呢 吃的人呢 是死得更厉害 尤其是血压越高那班人 因为越高的时候 他就要压得压力嘛 用的药可能还要重一点 不是 因为呢 他身体高呢 是 他有原因要高的 知道吗 身体需要高 需要血压高 来到供应身体所需要 那这些人 你硬硬去压它呢 那就是你真的给你压 有些少少的 那给你压少少 但是他真的很高 身体需要的 你硬硬压到低 这些人在吃药 这些人呢 是会比不吃的人呢 就是这一组 180 180 100 超过110mm的水盈的人呢 是死亡率 是比不吃的人高五倍啊 嗯 其实在这个 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的时候呢 那所有很多吃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降血压的人的 那个死亡率 因为不断地在上升 是啊 好了 那还有呢 他说呢 嗯 高血压的治疗呢 是会升高 那个脑紧失的风险啊 嗯 为什么呢 就是全室下 失了黄室 那这位大致教授 继续说 由于心律不整的原因呢 心脏处的血压 循环不良 嗯 那容易生成血泉了 嗯 那血泉呢 如果顺着血流呢 流到脑部的血管 如果塞住的话呢 就成为所谓的 心圆性的脑紧失了 那高血压滑治疗的危险性呢 就会提高了三倍了 嗯 OK 那就是说呢 血压降得太多呢 发生脑紧失 和死亡率呢 因而上升 其中呢 他有一个呢 就是说 一个实验来的 向65岁到85岁的人 嗯 他们的收缩是160mm 水瓶 以上的 4418人里面呢 用了 日本最多人用的 一种叫做 丐尼子阻断劑 血压下降劑 追踪他两年 结果令人震惊 把这种人呢 分为血压 大量下降 下降A组 和B 是稳定下降B组 两组比较 发现呢 血压下降到140 以下的A组呢 那个脑紧失的发生率 和死亡率呢 是达到 总死亡的1.4倍 嗯 那么高 嗯 就是说呢 用强力的 丐尼子阻断劑 来到降血压呢 死亡率呢 是会提高了四成 嗯 就是难不难想象 是 是 是 好了 他说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 这位大致教授 这些全部都是医学教授 是 那他说呢 他说呢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 如果你在140到90以上的血压患者呢 除了有这个脑紧失的风险的标准呢 这个呢 他说为什么当时呢 这个标准是怎么来的呢 他说原来在1961年呢 是福光院1993丁谷居民进行的追踪的研究呢 但是当时呢 是一个 那段时间呢 人类的脑血管营养 不是一个 就是不是这么好的年代 好了 但是到了2003年发表的论文呢 就认为 血压到180 110以上的人呢 才会有血管疾病的风险的 嗯 OK 那当然它有风险 是 但是风险你怎么处理呢 如果你偶然拿药去按它呢 嗯 你死得更多 死得更快 是死得更快 是 我也明白 如果你去到这么高 180 110 是有风险的 嗯 但是呢 以前那个福光那时候呢 那个 1961年的研究呢 其实当时那个 是因为那个 大部分日本人的 那个血 脑血管的营养不够的 嗯 所以呢 真正有风险是要这么高才有风险 那好了 你当这么高是有风险 啊 那问题 你用什么方法处理它嘛 嗯 如果你用降压药去处理它呢 你的死亡率更加大 嗯 嗯 好了 那我们 就是 在这些所谓代謝症候群的 那个 那个健診里面呢 大量生产这些高血压的患者 那中注呢 埋手于药物区里面呢 那政府呢 将这个定义呢 就是 降到140下 那背后当然呢 这本所谓的医疗指引的高血压学会呢 背后100%呢 是有降血药厂的影子 就是那些药厂搞出来的 是 那其实这方面的资料呢 其实是很多的 那其实还有一样东西呢 它说呢 会导致什么病呢 是柏金逊的 柏金逊的 柏金逊的 那所以很多人呢 就因为呢 是这些这样的高血压药呢 是 有一只药叫做 Resepin 这种高血压药 Resepin R-E-S-E-R P-R-N-E 那这个药呢 是其中的副作用呢 就是 好像柏金逊的症状 嗯 那当然啦 最后最后呢 就是要真正预防 这些这样的 就是高血压 是有问题的 你要处理呢 但是最有效的方法呢 就是吃素 嗯 尽量减少肉类的食物 因为素食主义 里面呢 是没有什么高血压的人 嗯 那其实 其实这样说 就是 最主要的那么多 很多人呢 说有那个高血压呢 除了是那个 他们将个标准呢 调低了之后呢 那当然啦 就是那些人倾向了 在肉食那方面呢 也都是造成了这个危机的 但是呢 但是呢 反而呢 如果再用这些这样的 降血压药呢 那个死亡率啦 或者是伤身体变差 甚至是 推向那个的 严重疾病啊 癌症啊 柏金逊啊 这些更加严重更加多 简简单单单 就是那个成因 是我们的生活习惯 飲食习惯 现在开始的人呢 大鱼大肉啊 煎炸的东西是多很多嘛 所以这个是成因 所以你要处理呢 当然在食物那边调理 是的 在食物那方面 用毒药去毒身体 是的 除非真是 真是可能 再高出太多的标准的时候 才好 好 今天呢 多谢袁医生 和我们今天的分享 今天我们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的了 好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